10月2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同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 王毅说 中方对冲突持续升级 局势愈演愈烈 深表担忧 对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深感痛心 我们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各国都有自卫权 但应遵守国际人道法 保护平民安全 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避免导致更严重的人道灾难 王毅强调 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希望巴以双方从当下及子孙后代 共享和平安全的长远利益出发 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 恢复和谈 实现巴以两个国家和平共存 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相处